有人曾要求一种将发生的刑法 那是为不信的人们而预定的 没有任何人能加以抵抗 那是真主 天地的主宰发生的 送天神和精神在一日之内升到那里 那一日的长度是五万年 你安然的忍受吧 他们以为那刑法是很远的 我却以为那是很近的 在那日 天向融统 山向彩融 亲戚相见不询问 罪人愿意赎取那日的刑法 即是牺牲他的儿女 他的妻子 他的弟兄 和那收容他的血组 以及大地上所有的人 但愿那能拯救自己 绝不然 那却是发焰的烈火 能揭去头皮 能召唤转身而逃避的人 他曾聚集财产而加以宝藏 人确是被造成浮躁的 遭遇灾秧的时候是烦恼的 获得财富的时候是吝啬的 只有礼拜的人们不是那样 他们是常守礼拜的 他们是常守礼拜的 他们的财产中 有一个定分 是用于诗集 义 乞丐和平民的 他们是承认报应之日的 他们是为止他们的主的刑法的 他们的主的刑法却是 南宝不降临的 他们是遵守征造的 除非对自己的妻子和奴婢 他们却是不因此而受责备的 凡在这个范围之外 有所要求的人都是过分的 他们是不因此而受责备的 他们是宗仲自己所受的信托 和自己所递的盟约的 他们是宗仲自己所受责备的 他们是秉公作证的 他们是秉公作证的 这的人是在乐园中受优待的 不信道的人们怎么注视你三五成群的分裂 在你们左右呢 难道他们每个人都希望入恩泽的乐园吗 绝不仁 我却用他们所知道的物质创造了他们 不然我有一切东方和西方的主门事 我却是全能的 我已比他们更好的人代替他们 我不是无能的 你应当任他们旺谈 任他们游戏 直到他们看到他们所被警告的日子 在那时他们将从坟中出来奔走 他们好像奔到牌位一样 同时他们身遭凌辱不敢昂示 那是他们被警告的日子 没关系 我不是个人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